这位同修问的 他有几个问题 第一个 林宫为其弟子开示中两段话应如何理解 一是念佛时不分别 林宗更不能分别 但自忘心同与伐戒 就是佛戒 就是佛戒隐 弟子理解 念佛时不分别 善悟尽戒 一开不分别不动心 但林宗时 如见佛戒隐时亦不分别 能忘心很难 多有 多数 会生欢喜心 那样会障碍往生 我们一桩事情一桩来说 念佛 目的何在 为什么要念佛 这要搞清楚 念佛的目的是要求一心不乱 一有分别 我们这个一心不乱就达不到了 原因在此地 一心不乱是我们念佛的功夫 一心里面有功夫成片 有四一心不乱 有理一心不乱 这是劝力 念佛是要把分别执着通通放下 念佛是一种训练 一心不乱的 一定要用在日常生活当中 对人对私对我 如同念佛功夫一样 通通都不分别 你的清净心就先行 你一心不乱才会先行 如果在念佛堂 念佛的时候不分别 不念佛的时候又其分别了 这个要想功夫得利了 非常不容易 所以我们要知道 念佛堂是上课 学了的时候要会用 用在生活上 用在处世待人节目上 就是看破方向 放下一切分别之处 灵命宗使佛来接引 你说的也没错 见到阿弥陀佛心生欢喜心 能不能往生呢 能往生 如果见到阿弥陀佛来接引 依旧保持心地清净 如如不动 也跟阿弥陀佛往生 往生的品位高 见阿弥陀佛心地生欢喜 往生的品位比较低一点 不管往生品位高低 只要能往生就好了 所以这个上证 都不要起分别 也不要起执着 好 好 谢谢观看